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エルヴィン 現在 在沖縄中 我的日文全部旺旺旺了 阿ツコ先生我對不起你 我現在人在沖繩 以自駕的方式要在沖繩這邊玩五天 第一站我們要趕快趕行程 趕去水族館 但是路上看到這個太漂亮 太漂亮了 你們知道嗎?自從我們上一次去日本之後啊 一直心心念念的就是這一家 Lawson 他們的咖啡超好喝 而且裡面還有很多烤肉啊 就是這一杯日幣150的Ice Latte 好喝喔 這裡是開放讓大家可以用手去觸碰海星的地方 我們很幸運喔剛好 沒有什麼人在排隊 所以我們就進來 然後就一邊吃東西喝飲料 然後一邊看 最大 誒剛好在那邊 我們在外面看到那個最大的黑潮 它在上面就長這個樣子 那隻金沙呢 好金沙在這邊 西洋不見了 跑到雲裡面去了 好啦 沖繩水族館掰掰 肚子超餓 早晚餐 GO 我們到囉 來到這一家 暖木拉麵 也是在網路上面看到 部落客推薦的 所以今天來吃吃看 這是我們在沖繩的第一餐正餐 先喝喝看一口湯 辣度還OK 湯也蠻好喝 湯真的蠻好喝的 但是麵條偏硬了一點 對不對 沙絲點可以點軟一點的 因為它可以讓你選擇你要的 酥麵西麵 這是他們的酥麵 酥麵就這麼酥 吃完晚餐之後 我們來到了沖繩五天四月之旅的 第一個晚上的住宿 是在Airbnb上面找到的 我們這趟旅程當中 四個晚上都住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每個晚上我都會用不同的 飯店或者是民宿 來跟大家做一個Ending 我們來看一看這一次訂到的 Airbnb的住宿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耶 這一次住的地方 是一個溫馨的小家 該有的東西 應有盡有 就是什麼東西你需要的都有 小廚房 微波爐 熱水器 然後很日式的住宿 很不錯吧 它最特別的是 我看到這個盒子啊 然後把它打開 哎呀 它還有一個歡迎禮 然後呢 裡面就寫說 嗨 L Lim 因為我的First Name是L嘛 然後姓氏是Lim 然後這是我的禮物 感謝你選擇了我的房間 是 Kuniharu 感謝你 好貼心喔 然後裡面就寫小餅乾啊 什麼什麼的 好啦 那今天的行程差不多就走完了 其實我們這一次旅遊 最大的目的就是 要休息 要放鬆 所以我們行程沒有排得很滿 今天只有去一個水族館 然後就吃東西 就回來了 其實也很累 因為昨天是紅眼班機 明天會有我們在 沖繩第二天的旅行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在下面 其實我不知道在哪裡 反正就是可以訂閱的地方 我打算這一次不管多長多短 都把它切成五支影片 所以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